那说到韩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呢 可以说近年来韩流对中国观众的吸引力是确实不小 但日前呢既是人群组和JYG的成员 又是韩国的当红偶像朴友天呢 就来到北京宣传星系了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粉丝们是多么的热情吧 韩国艺人朴友天日前在北京举行了媒体打击会 众多铁杆粉丝早早的守候在酒店的门口 希望一睹偶像的风采 1986年出生的朴友天已经出道整整十年 经历过大红大紫也经历过团体解散 活动当天 朴友天对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 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大家好 我是友天 那么不可能 只要10年一旦 都很高兴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最近由朴友天主演的电视剧《想你》即将进入大结局 他饰演的韩正宇张狂游孩子气的一面 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 活动现场 朴友天也透露 生活中的自己和韩正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的情侧 自由美得 群尽 宋 国珍 优 井 起色 啊! 我只是想要有型的男人 我心想要有型的女人 所以我会很幸福的想法 我心想要有型的女人 我心想要有很多 她的主要是 就是哥哥 只是 一般人的 所以 人臭味道的 很酷 那些 是 很感人 在太疯了 那些 人生成为 要做出了 事情 很相信 也有 很多 都是 但是 非常 有 有 有 她是一位女士,她是一位女士